Line Post 線報地基專欄 今天我們訪問一個非常之地區上很重要的組織和人物 就是鄉議局的劉主席 劉業強主席 大家知道劉業強主席最近很一年內 做了鄉議局的主席 承擔整個鄉議局原居民 新界區的很多事務和工作 但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就發覺 其實這個位置不容易做 主席 我發覺起碼有三方面的矛盾 待會你可以談談談介紹一下那個情況 第一 我覺得整個新界這麼多區這麼多村 甚至每個村都有不同的文化差異 第二 就是那個村長 村組織 以致鄉議局 在政治上有身份有地位 變成會不會是不同的區不同的村 都有人保持這個位置 我也想做 為什麼要給你 如何處理這些村區 組織內部的 所謂人事的問題 矛盾 利益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你要處理的 第二個 就是鄉議局和政府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鄉議局 整個新界都是你的服務範圍 特別是早幾十年 差不多去到新界都是原居民的天地 當然現在這幾十年的發展 就是非新界的人移進去發展 多了很多其他非原居民 這個過程裡面一定會有很多角色 或者利益 或者發展過程裡面 和政府有爭執 這個爭執你又如何處理得到 和處理得好呢 第三個當然就是一般市民和鄉議局 和原居民的問題上的磨擦 他說為何你原居民有這麼多權益 為何你原居民有這麼多政治權利 做了鄉議局主席 等於做了立法會 為何你原居民這樣 為何原居民這樣 我們不是 這三種矛盾 我覺得你作為鄉議局 鄉議局的主席都要處理 你不介意我補一句 我以前認識了發叔 認識了發叔二十多年 都在立法會裡面大家同事 我又覺得發叔做得很厲害 他好像各方面 剛才我提到的問題 他都能處理到 那你新澤師兄上台了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剛才那三個問題 你的做法等等 簡單說一下 因為鄉議局也是一個很歷史組織 所以大家對鄉議局 一定有些看法和期望 鄉議局也是在1926年成立 到現在都九十幾年 二六年 是呀 即是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七年 那麼有歷史的原體 九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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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六年 特別新界人 對鄉議局 除了期望之外 是有很多信心的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都是一直幫助原居民 後期其實都幫助所有新界 新界人 因為很多 五十年代之後 已經很多人搬去新界住 所以叫新界人 其實我們不只是服務原居民 是 是 新界住的居民 我們都會去幫他們 所以大家都是對這個局 是很有期望 而且是很有信心的 是 這方面是對於我的工作 是一定有幫助的 嗯 過去發展新界這麼久 鄉議局都是做過僑良角色 即是在居民方面的訴求和政府的政策推行的時候 可能有些落差 是 或者有些是不貼民意的事情 都是由鄉議局去協調 那 講到這一點 我們為什麼不只是幫原居民服務呢 因為很多新界人搬去住 是 搬去住的新界人 其實是被原居民 有寮屋 有些是租客 有些是搬去住 在新界的新市鎮等等 有很多問題都是我們去處理 例如剛剛最近是山竹事件 是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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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生財工具 有些漁民 以及有些療屋 就是漁民庫制 都倒了 我們都是幫一些居民 蓋回他們 凝居所 都是我們去與政府媒體協調 去處理的 所以其實這個服務的居民 不是不只原居民 跟這說是 譬如政府在發展新界時 怎麼去協調 那 都是盡量去做 政府有時在地區做的事 譬如現在野豬問題比較熱一點 我不激勁因為我看到問題是全港的 但是野豬其實依然在新界為主 我們覺得這些問題我們都會處理的 我們都會從政府去周旋 希望政府接入我們的意見 因為現在很多團體 譬如野豬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爭議 因為現在很多很有愛心的人士 對任何動物都說要保障 牠有權益 代牠發聲 但是在這些那麼重要的問題上 我覺得對人身安全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都發聲 我都有很多非原居民給我 這個問題正正反映了三角矛盾 三角要協調 一個是原居民或者鄉議局 第二個就是保護動物權益 第三個就是政府 你怎樣可以在這三個地方的周旋 而令到政府那幫維護動物權益 甚至你住在新界的街坊 都同意了你的決定去處理那些 比如野豬或者其他的問題 因為一時的進步 其實很多新的思維 可能大家都越來越向法律處理問題 我看前主席我爸爸 他處理問題都是用情理法的 他經常強調用情理法 為什麼呢? 他經常覺得如果用法律解決 第一可能時間長 第二有人贏有人輸 那個爭拗其實是不斷的 雖然在法庭可能有個判決 所以他都很想用情理去解決問題 比如現在野豬問題 可能他想立法 又說如果是道路條例 如果是撞到動物 就要停車等等 其實最影響的居民 反而是新界居民 以前就是牛羊 雷仔那些 撞到你要停車 我聽說在議會 又正在爭議 說不行 要保護貓、狗、野豬、猴子 其實整體的香港市民 很多可能覺得沒什麼所謂 不如立法 立法去強制一些人 如果撞到所謂動物 闊一點的定義 但是那個招擾反而是原居民 這些矛盾是會有的 所以就要解釋給政府 和另外一些香港大眾 其實這個好像是 不如不要立法 用一些比較寬鬆一點 協商倒閉它 其實這些例子 這些例子成功搞得到的 可能性高還是低 這個就是正正你說的 前組又說法叔 即是能量 其實他一定是經驗豐富 處理這麼多問題 我也是做了三年多 組織 行會一年左右 法會又是兩年多三年 變成經驗一定是不夠 重要是 有兩點就是 那個人物的網絡 還有過去的經驗少 那做事上來 是一定有 即是給爸爸一定有難度的 即是他可能打個電話 可能他和叔父輩 和叔父 已經交了手 一個電話 可能有信心 即是處理問題 那可能我就要 比較多一些 但我都盡量去做 即是好像最近 也有一位 人士也跟我說 他說你多點去這些節目 他說去得不夠 那我說我去了很多 即是大家互相拜會 另外一些團體 我都盡量去 但比起我爸爸 沒得比 即是五、六十年的經驗 所以他的網絡一定是大很多 那我要慢慢要 即是 build up這個 這樣的人物 都是要這時間 我不介意我問 發叔就是 他建立了文人的網絡 關係 甚至很多他的系統 都在不同的位置上 有影響力 其實你接了這個位置 那種的人物網絡 他有很多被發叔的東西 第二手、第三把手、第四把手 是你都縮負配 那你上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有沒有怎樣去處理這個關係 接手的權力 我本身都在社區和社區服務都有些經驗 因為我都 九幾年都參與區議會 辭聖團體人海堂 即公益金 滅罪會 防火會 等等 那我都是在社區和社區服務 是有些經驗的 是 他人事網絡 以前其實很多都是uncle 是 其實很多節目他都 都是希望我參與的 其實我都參與很多 其實我都在從旁觀察 和很多長輩都有接觸的 嗯嗯嗯 那 給時間 就是我 我都 真的很信心他做到 OK 而且真的有些經驗 也都 是 還有 其實人事 人事也有變遷的 嗯嗯嗯 和他一起 長輩有些都退休了 是 有些可能是 後輩現在可能上來 那 但是社會始終都在進步的 即我都是 我爸爸還有幾個創命 嗯嗯 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經常都說 事緩不軟那些 那些 那些都是work的 即是 即是將事情 攤慢一點 是 想清楚才去做 沒有那麼衝動 嗯 那才有談些事情 那 而且很多處理的問題 都不可以即時處理到 是 但是 即是不會灰心 樂觀一點 去面對一些事情 OK 那另外一個敏感的問題 就是 佛叔是你爸爸 那會不會是被人有個印象 是否現在開始扶全紙 為何有沒有一個好一點的 我們要民主制度去選 當然我看到的 你都選出來的 那個選的過程裡面 是否以 夠開放地 給有興趣的人來做這個位置呢 始終我們鄉議局 就是 即是 裡面就有 現在村內局也有 原居民非原居民 嗯 但是始終我們這個制度 都是選舉產生的 雖然是 一級級那麽上 嗯 始終都是有 事族的關係 譬如我這條村 全部升樓 嗯 那不是 一定是 這條 意思是 我做那個村的代表 原居民代表 一定是親戚 是 一定是父子 或者孫 或者 或者是 疏堂兄弟 那些 那個事族的關係 嗯 其次就 不同的事族 都選了上來做興業局 那裏呢 我們都是 都是民主制度的 是 在春來有沒有可能性 是選出來的 是 非原居民 村代表的非原居民 今年都有 五位 非原居民去挑戰 嗯 選村代表 村代表的位 是的 那 雖然他們都是 選輸了 但是呢 自從制度開放了之後 都開放了應該十五六年 是 雙村的制度 那 是有機會的 其實 我們很開放的 是有機會你可以挑戰 而你可以在村裡面選 選出來 或者其實 另外一制度 就是我們的太陽紳士 如果你做太陽紳士 又是 括弧了新界太陽紳士 那你已經是 當然要執位了 已經是很有 你有權在 政界裡面選擇主席的 所以其實 是看自己的做法 如果原居民本身都不爭氣 你都不為到鄉民服務 是 為不到村 原居民或非原居民 新界服務 那你始終都會輸的 嗯 再說一下 跟政府的關係 因為 你看到現在政府 以為要找地 又要 談十幾個建議 公約組出來 我自己看到 一去發展新界 其實都跟你們 相關 一些 可以說要相處 要有結果 像是發叔以前 搞定它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能變成矛盾 那這個過程裡面 第一 你們有沒有一些想法 第二 跟政府商量的過程裡面 政府給了多少分量 你們的意見 去接受 或者不接受 在土地發展方面 大部分都是新界 就像填海 現在你是維港意外 填海 其實都是新界 大宇山旁邊 其實都是新界 你多不少都會影響到新界 雖然你填海在大宇山東面 但是你也近平州 煤窩等等 都是影響到它 所以新界人 那個 很重要的持份者 但是 剛剛那個 公共諮詢就是全香港了 所以出來就是 都是那些效果 全香港去講 未來發展 原來是在新界的 跟以前 可能 諮詢制度不同 以往可能直接跟香港談 現在跟幾百個團體談 那個效果是 可能跟我們本身 新界人 原居民那種 那種 可能會有很大差異 所以 我就要在這方面 互相協調 我希望政府 都要採取 多些我們新界人的民意 特別是我們 新界農地 還有很大部分 我相信還有超級半 都是原居民擁有的 所以我們是最重要的持份者 還有我們這些土地 是我們這些家族 新界家族 就是成全和謀生的資產 我們的土地 有些是租給人 所謂的棕地等等 都有我們的現況 所以發展方面 我都希望政府 配合到現況 就像你說要 重整一些棕地 再改善棕地 又有熱房東 有租客等等 都希望政府 在規劃和發展方面 在重置、安置、培墳等等 都是比較接近我們的意見 我經常見到 正股就是一股 即是兩手 一手就是 和你針出來的結果 好像被外面人看到 油漲被原居民 爬鬼了 原居民 不辱他 例如要拆哪些 拆那些非原居民 那些地方原居民 也不辱他 但另一手 我覺得他們正在砌 正在砌 我會好像一個咨詢 全香港咨詢 七、八萬人 你是不是七十萬 原居民知道嗎 差不多吧 大概十萬 八、九十萬 有很多人 可能都是住在海外 很多人住在海外 那變成他用一個 大香港大局 一個壓下來 讓你沒有聲音出 其實我覺得 兩邊都用兩個手法 去處理和你們的關係 特別是收地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想法 策略去應付 你過去以前 如果說收地 以前就是 用收地條例 政府用他們自己專業的 策略師去計算價 譬如現在 以往 他分的A、B、C、D級 大部分都很平和 現在可能又不同了 現在在新界地的成交價 其實可能已經超過一倍 已經可能是二千元呎 千八、二千多元呎 這是實際情況 政府那種計算地價的方法 其實可能已經是不合事意的 那真的有差異 變成了 我們很多原工人 都向我反映 現在收地不合理 都不是市價 政府的市價就是 用專業的計算 我們認為市價就是 應該成交價 市場 這個有差異 我也希望政府去留意一下 這個可能對收地 一定有個差異 第二就是 可能是用土地共享的方式 土地共享的方式 可能是 我們認為土地 潛在的價值 有機會 因為發展之後 可以保留 可以分一杯羹 而且我們新界 真的不太願意賣 早先留下來 賺回來的土地 都希望收租 傳統接代 所以很多人支持這種方式 當然有別的聲音 所以這種方式 可能是最適宜 在新界再發展這些農地 但是我覺得 剛才整理整個 香港的諮詢和討論 就變成它用大客 我不知道是大客的事 就是我大多數的人 即是新界的小數人 你兩部拿地出來 要想怎樣 你們通常會有另類的遊說 甚至我們在背後 我覺得你們和政府官員 由以自由特首到市長 局長都很熟 會有很多的討論 針 去說服他們 有些事情真的不行 我們 即是我在不同的平台 都會反映這個意見 當然我在公共場合 都會反映這個意見 給全港市民聽 因為可能有些 對很多方面都不太認識心 所以要多些去說 都希望去獲得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以往的經驗 達致共識的機會是否高 還是低的 尤其一般 我有信心 應該是會做到的 你說是否 即是小同盟多數 在民主社會很多時候都是 在香港社會 在新界 是 未必只會用這個方法 政府有許制度 現在很多制度 政府政策上 有些不同時代都會轉變 現在 駐療居民 去年4月 政府都未試過改 免入室審查 資金審查等上樓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得性 對現金社會 租樓和住樓這麼貴 和輪流供了這麼慢 但是又要訓練新界 這些居民 你又要好好地安置它 令到土地才可以發展 給更多人使用 這些政策上都會有轉變 我再問一個 可能怎樣協調的問題 就是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的爭論 我當然在坊間 一直都說被原居民的人數少了 或者移民到英國 澳洲 香港本港居住的人數 就算不移動 但是整個香港的人數增加 從以前五百萬 六百萬 七百萬 如果你停了不移動 其實比例正在收縮 第二個就是 看到很多原居民的土地上 都建了很多豪宅 私人樓 所以原居民的村 已經不容易維持 原有的面貌 文化 而是持續的傳統價值 那 是不是應該不再有分原居民 非原居民 因為始終原居民 在法律上 或者是有某些權 你們有 你們有 我們沒有 那這個有不能拆解呢 有一個歷史的因素 大家知道 原居民以前的土地 一直以來 providing 1900年以前 其實是沒限制的 就是 是永遠權的 是自己的土地 即沒有年期的 正正這個原因 到回歸之後 當然是 前主席他爭取 就將原居民 最重要的那些權益 历史的權益 把卻出去 主席到某4條 就是正正是 保障原居民的權益 仍然會有 是 就防止其他用另外一些理由 即是南美平等 如何原居民有被居民有 那次1996年1995年的辩论很厉害 你们包围的立法会我终记得 那变成是因为怕四十条变迁 而忘记了这些历史 或者是用另外的标准去看原居民的权益 所以正正这四十条 这四十条就是保障这件事 但是当然有四十条 现在都有人挑战 都会觉得为何原居民有 正正楼价高有不同的利益点 就认为原居民有些东西是不应该有 不应该拥有而去挑战 所以都是要解释多些 大家要互相理解 另外一方面 就是原居民村已经有很多租客 很多可能买了楼都是在原居民村住 其实大家都挺和谐的 但是有些议题上 就真的一定是可以挑战 可以争拗 因为有些非原居民觉得 理论上全部都是乡村屋 丁屋那些 但是现在不是豪宅 高镇开始有高楼大厦 给了发展商 那这个过程里面 怎会由原居民移到发展商的地方 可能牵涉到丁屋的问题 丁屋应该给原居民 就不是给其他商业用途 但是建完之后 你建完自己用 你也是可以自由买买的 有些有需要保价 有些不需要保价 其实都会对整体的楼域供应 有帮助 其实我们很多非原居民住在新界 有很多原居民也住在市区 他可能卖了里面一层楼 搬了市区住 方便上班等等 其实是有这种东西的 那你说现在 为什么原本人的屋 说变成豪宅 但是他也是自己建的 但是因为城市化之后 那些村就在新的城市的附近 那他其实都是交通很方便 但是你反过来看 其实政府发展新界 原居民村里面 是很少想知原来的 你正正看到现在这个台风等等 以前就是九零年代 全部都放了很多钱 去防止新界的村水浸 新界的地方 低华 因为村也在 是 新建的那些楼和楼 全是高很多的 所以整天水浸 后期好像放了几十亿亿 把很多低华地方的排水系统做得很好 今次这么强烈的风灾 看到的很多原居民村里面的基础建设 原来有些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用手起的路 那些其实你想想 都发展新界资源 都没有什么放资源下去的 现在政府就有很多 不同的政策 都有十亿十亿左右的资金 怎样去保佑我们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例如荔枝窩 那些计划 都是希望原居民 这些这样的 舊村 不要让它抹落 是 用了一种另类的方法去活化它 是 所以相对来看看 其实过去香港发展了这么多年 百多年 其实很多乡村真的没有下落 即是没有放出原来 主持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不是很多市民 可能掌握那个所谓丁拳 丁屋 为什么你们有 我们没有 为什么男士有 女士没有 那个原流 其实很有趣的 这个议题好像说了几十年 其实有争论 都是有争论 其实就是 因为你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地是满业权 我们在自己土地上 是免保地价建屋 建多大都可以 建多高都可以 当然在那个年代 如村 你没有资金 而且都没有意思 你怎样建十层 通常都是一层 一会转变 去到七几年 对了 大量要发展新格了 其实政府 就要控制 你不要建这么多 或者不要建这么高 但是当时屋是条例出来的 你又不用入职 因为你比较便宜的方法 有一个标准 建两层高 这样的屋就不需要入职 当然要留意安全 它要走一些机后 用一些钢铁等等 后期以免到近排的丁屋 就是三层 就是27呎 700呎 我们不可以建四层 不可以建大一点 就是这个限制 其实你想起以前是无限制 便唯有限制 用这个政策去行使 其实我们土地的权益 是已经收窄到紫外给男士 1998年已经立村的后人 又要918岁 又要建这个尺寸的屋 才能建 我们其实原本 永业权的权已经收窄了 就是在你自己有业权的地方 是的 以前是无限制的 就是业权无意外 你就建不了了 是的 还要在村里面 很多限制的 还有规划 其实已经收窄了 你看它现在 我们一年大约是 不够一千间批核的丁屋 你就知道其实是 还有两万间牌营队 其实已经是 是没有地 还是什么牌营队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 捷农都不用捷农 其实如果村界不扩充 其实起不到 起不到很多年 就已经用了 那就是 其实我们都很多 说的名字 是等间间牌 其实都没得用 我们觉得 原居民觉得 很多百年龟路都没建的 丁屋 很多自己村里面都买不到地 嗯 有很多 排不到 起不到 很多原居民是 起不到回自己的丁屋 嗯 但是呢 我们觉得不公平 但是外面市区的人 觉得原居民有权去建 有丁屋住 强的那个立论基础就是 那个地原本是我的 是的 原本是我 原本是我们自己的地 对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永远的 没有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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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限制的 现在已经限制了 只是 几乎 所以 变成了 不是你们的问题 而且不是 每个人有权去建的 因为为什么 匪男比女呢 当时都是 我们其实 我认为一百多二百年前 传统都是 没有分男女 以前也没有分男女 以前也没有分男女 不过现在 他限制了 定静是男的 会被歧视女性 这个政策 哪个年代平立出来 最近都有挑战我们的权力 其实那时候 回归之前 陆公会也提过这些动议 为什么不给了女士 但是就输了 输了权力 讲选举权 所以 所以我们村里面 有原居民代表 和非原居民代表 嗯 而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我可以把那个丁权 埋了给发展商 等发展商去建 而导致这个过程里面 我先拿出一个例子 我反而觉得 都有很多 就是程序上 我希望快点 因为现在 往往可能等六年十年 比如团明的例子 还有四百多间排队 每年批四十间 那你怎么可能 但如果有地 为什么他不批给你呢 没有地就没得批 你本身自己业权有地 为什么不批给我 程序很慢 没排到嘛 没排到去看那个文件 看就很快了 但没排到去 处理那个 那个个案 嗯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很不公平的 当然啦 人手不够等等 那我们叫政府 人手不够不如你外判吧 他就说这些比较 民间性的东西 要自己看 不需要外判 那我也有建议的 我说其实我们新界都有 四十几个泰民生史 那你相信他们的嘛 政府会委任 所以叫他们去监察 那可能批快一点 那还有呢 我们都觉得呢 有些地方的村 已经很近市区的 可能是 对马路或者是 黏住的 那我觉得如果使用到地 所以我争取 为什么要建丁下呢 那变成了我们有些原居民 可以在村里面 即是建到它的单位 或者是建六层 十层 那变成了 如果它有经济能力 那它都会在外面的市区买楼 那现在 楼园的不够了 那已经土地又要善用 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在村里面 如果是适宜的 建高一点呢 建高一点不是 就是每人可以建到它的单位 比如我们想回跪前 我们也提过一个建议 就是会不会将丁居屋化呢 比如说我捉够的地的时候 我不是建四十层 是呀 就是 那大家 都 发挥处处处分散之后 我们说它都是 按一个地是你们的 首先你有权给你们 另外我当然有一个 当时我还多个提议 就是我自己辩论的时候 就是会不会有一个 我叫做折笼 因为这个原居民的权利 就是从当年清代出来的 现在已经现代化了 没有所谓你是新界人 我是市区人 大家都在香港出生 香港人的时候 应该是否大家都是共同享有的 所谓的身份 地位 权利 那会不会去到那个时间 应该是 比如说有五十年不变 就用这五十年不变 就是2047 就截了它了 大家变成一家人 大家的身份地位 其实林郑也提过 她提到是2029 我保证她用七九年 算都不定了 五十年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可能导致到 比如刚才提到的 原居民里面 南丁就有 女丁就没有 另外原居民也有 普通市民 香港出生 甚至他爸爸妈妈都清代香港了 就没有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可以处理到 这个 所谓的 权利上的不合理 就是我现在不合理 你正在搞的矛盾吗 因为基本上 这个权益 其实是不应该影响 其他人的 因为 我们的权益 是有的 这个权益 也是在我们自己的村里面 去 即是有土地 在发展 我们自己的一顶屋 其实就 我觉得这个权益 就是不会影响 城市人 只能影响他们的看法 因为 楼价高 现在越住越小 就用一种 另类眼光 去看回原居民的丁屋 其实这个丁屋 是只有帮助到 整体的香港 其实是没有对 香港 非原居民 是有包袱 或者是一种 负面的东西 其实 我们在村里面建屋 我也说 如果原居民 他自己 在村里面 没有土地 可以建造 他有经济能力 他也会买外面的市居楼 他也会在外面住 现在其实正在发生着 其实对整体的香港 说不够楼住 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曾经有些法庭 都判过的 都说 丁屋的买卖 丁屋的政策 对整体的社会 其实是有益的 是 只是 如果要分化 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的 说法 这是一个好的议题 或者说 藍类不平等 这是一个好的议题 被人去挑战 是 我又想想 有没有想过 办法令到一些 有些 大家好像刚才所说的 协商不同位置的人 都能够找出路 那出路令到 现在有丁权的 丁权政策之下 我就可以给他们丁权 是 那里面有一些 可能是居屋 或者是首置 有些是原居民的 建造这样的大厦 如果是成功的 制造到和谐的 那就可以继续做 是 这个问题上面 我想最有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基本法 就是说了 保障原居民的权益 但是按香港的法例 去作一个保障 就没有写清楚 是那个 所谓 就是 政策是什么 即是包什么 就是包什么 但是香港法律上 一个叫做 small house policies 就是小屋政策 小屋政策 就是等于丁屋政策 那变了 如果在这样的角度 就是说 如果在宪法上 没有讲清楚是什么 法律上 就讲的是 小屋政策 就是丁屋 那我就可以 有人说 我收过这条法律 那可以变成 还是这个 再重新理解 那个所谓 原居民的权利是什么 那 基本法第四条 就是说 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 是受基本法 就是特区政府去保护 是 那这条例就是 正正是 等我重复 又重复 就是不希望 用另一些角度去挑战 就是我们的权益 是 这个是政策保障的 但是呢 九零年颁布之后 4月4日颁布 捐法之后 97年才行使 那一路就有很多案例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案例 那会影响到 我们的权益 受挑战 是 但是 通常三几年才挑战 但是 就是最近 去年也是 有个师傅核 就挑战 究竟原居民 这个基本法四条 是包括权益 因为没有洗清除 是啊 那 有很多是一路在行使 那 那我们都是认为 我们 就是 90年4月4日 讨论那件事 之前有的 之前都有 那就是 最正正就是 50年不变 那 新界人 这些权益的事 是以前有的 97年出租之后 都是继续有的 是 如果50年不变 就是到50年都可以变 2004年真的可以变 就是要我理解 其实 2047年 都没有这条线 以前是 对 香港的承诺 那 因为那时候 擔心 我们是走资本主义 收回之后 生活方式会不会不同 正正这样 前主义画画 就很强调 就是 新界人 这些权益 就要寫清楚在里面 是 要保障 所以方式 是这样的 是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传统 有我们的习俗 如果那时候是合法的 之后都会继续延续 这个是一个信心 我相信 如果一直管制得好 2047年 到2048年 49年 我想和现在应该只是向好的 不需要有线 今天多谢主席接受访问 主席 你可否回三多分钟 做一个总结 整个访问之后 你觉得是 如何看这些事情 我刚才基本上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乡议局的身份地位 权力对政府的影响 你觉得和市民的关系上 可能有关于一些 磨合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丁牧的情况 可否做一个总结 正正乡议局 是一个 93年的团体 我相信 他的心力应该很强 由于过去都是 帮市民 是 服务市民很多 是一个这样做的 拳量 我想在政府 和在 新界人方面 对我们都很有信心 我们这个拳量角色 我认为 都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希望大家都是 对我们有信心 在城乡划断方面 我几年前 出来选择香港主席的时候 我都是承诺 在这方面 我要做到功夫的 因为 正正在 新界人 和原居民 和非原居民的权益 在这方面 有些差异 是 是 多些解释 多些做些功夫 还有 看到未来的发展 大部分都是新界 特别现在大湾区 就是 习主义的 昌耳的 身心默劃的大湾区 正正都是 大部分 都 新界正正是 很重要的 樓带 在内地和香港 线中间 这么多土地 将来发展都在那里 我认为 就是 未来的发展 我们多多做功夫 多多些去调 和去 去 将不同的自分者的意见 大家去分析好 做好这个工作 丁拳那里 现在正在挑战中 正在挑战中 我 都很信心 这个是 823年 在《起初基本法》 讨论的时候 正正是 对我新界人 一个很 莊严承诺 我们也是第一个 站出来 是支持 回居祖国 我们也相信 回居祖国之后 其实香港 都是更加好的 更加好的 好 今天我们也多谢 《香烟谷》 刘彦主席 谢谢 谢谢